針對核四續見與否 其能院長江儀化二十五號宣布啟動核四公投 預計最快七八月舉行公投 對此民進黨主席孫恩昌二十六號呼籲 在公投前 核四應該立即停建並凍結預算 就是要立刻停建核四 第二個就不能追加核四預算 第三 就是要公投就要正正派派 不能用這種鳥籠公投法 也不能用耍詐的手段 且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也強調在公投前核四應該立即停工 凍結預算 蔡英文強調日本發生三一一核災之後 臺灣反核幾乎成為全民共識 建立非核家園是漸進式的過程 但依據公投法規定 至少要有九百一十五萬人參與投票 而且要有超過半數的同意票才能通過 公投的高門檻在某種程度上 公投法已經變成阻止公投成為民主決策的一種方式 長期推動聯署新北市核四地方共同的前副總統 呂秀蓮也呼籲公投法應該修正 降低門檻 記者聯繫朋友組 台北報導 經濟總統